刚刚可能会比较有问题的 就是同学在这个画面 好像Wilcom一定要先关掉 如果Wilcom没有关掉 它旁边这一列会出不来 所以刚刚好像有同学 这个画面出现有点怪怪的 那第二个如果说你要加专案 记得在SRC上按右键 New一个这个 Python的Module就OK 所以以后就是这一招就OK了 那下一次上课的话呢 你不用再重新下载 反正放低叠的话 你就直接再把什么 假设你下一次来的话 你就直接怎么样 假设离开对不对 那下一次来上课的话呢 其实也是一样到你的电脑里面 找到低叠嘛 然后有一个什么 Eclipse的Python Eclipse的Python打开就是这一个 那你下一次开起来的话 其实什么事都不用做 也就是Wallspace也不用改 按Lunch就可以了 那他就会自动帮你把那个上个礼拜 到的位置 再开一下 如果你那个哪个模组 比如说P1 你就点两下 他的程式就打开来了 在这边 如果你要再执行他的话 上面有个Run 会把结果输出 不过呢 可能会遇到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这个字实在太小了 有没有 那如果字要把它放大的话 怎么做呢 其实非常简单的 你可以直接怎么样 当然以前的设定是要按 按什么 按右键吧 Priple Nis 里面的话可能它要在 这个General 然后里面的Color 然后找到什么Basic Basic里面的话 还要找到那个Tesl的Form 然后里面的话 如果你要设定字大小 你可能要再去把它改成16好了 16太小 14好了 按OK Apply and Close 字就14了 不过有同学可能 又要记那么多 如果你不想记那么多 还有个最快的方法 你直接按Ctrl键 再按上面的加号 按一下就放大一下 如果你要缩小呢 Ctrl键再加一个减号 记得要按上面的 不能按右边的 OK 加号 右边有加嘛 你不要按右边的 你要按上面的 Ctrl的加就放大 Ctrl键就缩小 OK 这招还蛮好用的 有没有 而且如果 字太小 真的 如果有老花的同学 可能 就 看了比较辛苦 好 第一个 就是我们环境设置 我准备放大 所以这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